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透过改变罐内与外界空气压力的方式研发出专利七米罐 并配合厨房的咖啡、茶叶等会发酵产生气体的物品 设置单向的排气阀 让王瑞德生产的罐子有着会呼吸的特色 我这一个罐子 它一般的话我们盖下去 它就是打不开 但是它这里有一个洞 它这个是单向的排气阀 它可以就是让空气可以这样子排出来 咖啡经过烘焙之后 它都会发酵 它发酵的时候会产生二氧化碳 所以那个二氧化碳需要把它排掉 所以我把我的罐子取名为会呼吸的咖啡罐 热爱发明的王瑞德 时常观察生活中所遇到的状况 并能从一般人不会注意到的细节当中 寻求解决之道 王瑞德研发的咖啡罐 便是从堆叠在一起的垃圾桶而产生的灵感 将气密的原理与保存罐做结合 解决食物受潮的问题 以前的茶叶没有像现在这样有真空包装 茶叶买回来很快就潮湿了 所以我才去发明这个罐子 在这个罐子我发明的那个启发点是 那我就刚好买了两个新的那个垃圾桶 那个垃圾桶它有这样的坠度 所以两个垃圾桶就把它拉开的时候 拿不起来 它被空气吸着 所以我就放在这个角把它压下去 压扁之后那个垃圾桶它就拉起来了 所以就让我从这个发现说 我去做这个罐子 在王瑞德与团队的潜心研发之下 开发出的咖啡厨罐有着优异的保存效果 特别适合做咖啡的厨房 也因此在欧美国家等海外市场及电商平台 都有着十分亮眼销售成果 甚至也取得了多项国际奖项 这里是一个单向的排气阀 空气是进不去 它有一个洞但是我打不开 我打开之后 我不按这个的时候 它空气它是进得去的 空气它是能排出来 所以就这个东西它装那个咖啡是最好的 我们的产品最主要是销售于欧美国家 所以我们在欧美地区呢 也有参加一些展览 那在欧美地区参加展览的时候 也获得了一些的奖项 以闪亮的海外销售成果 以及产品研发品质作为保证 2019年开始 王瑞德将产品带回台湾进行销售 并特别选在咖啡展上进行发表 希望让台湾的消费者 也能使用到如此方便有效的储物罐 而产品一展出 也瞬间吸引大量消费者的目光及兴趣 去年11月在台北 我们也是第一次参加了咖啡展 那那一次我们准备的货物呢 也全部都卖光了 甚至连我们做展示 以及给客人试用的产品呢 也一并都被买走了 也因为参加那次展览之后呢 我们才知道原来台湾 有这么多的民众喜欢我们的产品 自从我用了这样的产品以后啊 我们的家里啊 厨房也变得很整洁 那东西也真的很保鲜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们家具产品来讲啊 真的非常好用 它只要一个按钮 轻轻地按下去就可以开启跟关闭 所以我觉得这个 这样这么好的一个容器 一定要推荐给大家 那在厨房上面呢 因为它有罐子有不同的尺寸 所以呢 它可以使用在不同的商品 不同的食物上面 其实家里大大小小很多饼干啊 什么开心果啊 杂粮啊 甚至他们最近开发了一个咖啡罐 我觉得超好用的 而且咖啡粉放在里面 其实在一定的时间内 它是不会受炒的 在我使用上 我觉得它很轻 不会像有些品牌用起来是比较沉重一点 而且在开启的时候还蛮方便的 我发现我们的台湾的消费者 非常喜欢我这个罐子 我这个罐子非常受欢迎 我台湾都没有通路 所以目前只有先做一个罐子 我希望说以后就是配合其他的通路 让我们台湾的消费者也能来使用这个罐子 让他们以后装食物装咖啡装茶叶 都有一个非常方便的东西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